農總一千萬的老人回貫電婦案 這次在議會中做成議員和管長保法紀錄的正義 本來重新提交定屬委員回心議後 在今天交付台回心者 管議員副董府回中強調 議員是替鄉親政府建設的 對地方優利的建設議員是不可能反對 一隻料金 分析 我想在座所有議員都一樣 大家替地方政府建議就政府不來 哪有說要來建設地方我們來反對 副董府回中再說 這項政府案的開支對象 也是有部分人為憾 雖然會尊重維護的行政權 但是也希望建設不要分辨 也不能太多選舉的可能 我對299299 我尊重分林管長的行政權 但是我希望 真正在這方面 真正我們必須要 必須需要的 只要做運作 當然天公地道 管長的行政權我一直要尊重 真的有需要的 議員要給他們反應 也希望我們不要分辨 因為這錢也是大家共同家的主委 這是我對這 對本人本社務委員 這項正是有老人會關的政府案 主要是議員沒有意義的進行下 順利過關 但是今天在開會前 管長跟社會處長上不斷跟相關的議員 占對本案進行協商 提出議員一定能夠長到12點半左右 才正式開會 記者已面為 查夭北斗 居然等